1933年,一辆秀极斑驳的日本列车深夜驶入了长沙站 车站的守夜人不怕死地向车窗内看去 瞬间被车内悬挂着的尸体吓傻了 次日清晨,一个身穿军装的男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 此人正是长沙市部房官张启山,江湖人称佛爷 他是来调查这诡异列车案的 这辆车通体被铁皮焊住 佛爷命人用割气瓶割开铁皮后 带着副官进入车厢内一探究竟 里面都是横死的日本人 不接朝下 见状,佛爷命人请算命先生八夜过来 此人虽有一身本领,但为人胆小如鼠 还没进去就打起了退堂鼓 被张副官半推半就拉进车厢 大致看了车内情况后 八夜分析,墓主人应该就在下一节车厢 他们现在所见的都是陪葬的副官 两人进入最后一节车厢 果不其然见到了主墓 但此官是个哨子官 铁水风口不能硬敲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把手伸进去 从内部打开 想开此官只有靠张家的本事 这琵琶剑架在这棺材上面 莫非是要 用一条绳子连接琵琶剑和一匹快马 如果关中情控有意 会有专门的一次的敲锣 而锣声一响 马会立即拉起签子 琵琶剑会瞬间把清兵的手臂剪断 从而保住一条性命 因为太过紧张 亲兵勿喊救命 因此丢掉一只手臂 福叶健壮二话不说 走上前去脱下手套 亲自一试 找准机关 咔的一声 棺材被打开 棺内人脸朝下 福叶摸了几下 找出一枚南北朝的戒指 画面一转 来到长沙市一处精致的梨园内 二爷的戏事一票难求 一旦开场 任何人不得入内 台上人唱得正投入 底下人也纷纷叫好 突然站起个闹事的 二爷面色泛难 佛爷正巧感到 不慌不忙地 在闹事人旁坐定 可这闹事的是个外地人 不了解佛爷的身份 别以为你穿着一身军装 老子又怕你 张副官掏出枪 逼在此人脑袋上 被搏了面子的男人 走出黎园时 从胸口掏出一枚暗器 男人健壮兴兴地溜走 佛爷自然不能放过此人 下令让他永不能离开长沙城 对佛爷的出手相助 二爷很是感激 可是当佛爷说明来意 拿出这枚南北朝的戒指时 二爷面露难色 我不碰地下的东西已经很久了 佛爷将戒指留下 希望二爷再考虑考虑 为了查清日本人的阴谋 保护长沙百姓的安危 佛爷务必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回到家的二爷却心事重重 男人对着妻子端来的面 却没心思吃 他支走夫人 打开尘封已久的书柜暗门 进入一间密室 密室内机关重重 二爷轻松飞身通过 来到最里间的屋子 点上油灯才看清屋内陈设 里面摆放着的 都是探幕用的各种工具 他拿起一个小盒子 打开后 里面的戒指竟然和佛爷留下的一模一样 二爷并非是不想帮佛爷 只是因为夫人身体不好 祭祖时 香竟然还断了一边 他认为这是个不祥的征兆 祖先在上 不孝子二六红静起 勇敢是否 因家中祖业 应得永辉 导致死亡 不决定 不再沾染祖业 内子无故 若有业障 无愿一力承担 万亡先人保佑 见二爷不肯帮忙 佛爷打算自己行动 连夜命人叫来八爷 八爷这人虽然胆小 但对佛爷那是言听计从 有求必应 只因当年 八爷被日本人武藤绑架 佛爷舍命相救 独身一人冲入日本人阵地 杀死武藤救出八爷 也因此在长沙一战成名 二爷虽不愿参与 但却嘱咐佛爷此事凶险万分 劝他不要插手 两人决定从棺材的来源查起 如果棺材是在火车上发现的 那么只要找到火车的起源 就能找到棺材所在的墓穴 两人查找地图发现 此车是从一个矿山开出 佛爷怀疑是日本人 在此处做秘密实验 当下立断决定明天出发 回去准备 明天出发 是 一大早长沙城外 八爷一身江湖数十打扮 牵着小毛驴出现 佛爷和副官已在此等候多时 弹旋几句后 三人出发 一路颠簸 终于见到个村子 村里的谷物 胡乱地堆放在路边 整个村子安静地像是座空城 气氛诡异得很 好不容易遇见一对母子 见到他们 却像见到了瘟神 张副官上前打听 才知道原来村子附近 曾经发生了好几次矿难 巨大的矿难 让人们的生活失去着落 只好离开这里逃难去了 矿难 对 那个妇人还说 日本人曾经来过 发生困难以后 日本人就走了 又是日本人 佛爷决定一晚在村里留宿 顺便查找一些线索 就在三人在村里闲逛时 远处亮起了两盏大红灯笼 这个男人淡定地坐在凳子上 擦拭着手里的宝贝 他刚刚用这件宝贝杀了个人 男人叫陈皮 是二月红的徒弟 表面上他对师父毕恭毕敬 背地里却坐着违背师门的倒斗买卖 小小年纪的他对师娘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师娘喜欢吃螃蟹 老板不卖给他 他就给老板一顿胖走 他心狠手辣 除了师父师娘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日本人想方设法拉拢二爷 都被二爷拦下 见此路行不通 日本特务找到陈皮 打算从他入手 用治疗师娘的病危条件 请他帮忙引荐一番 陈皮并没有马上答应 回到家中 看到师娘在厨房煮面时犯病 很是心疼 觉得为师娘拿药的事刻不容缓 佛爷一行人在村里遇见三个自称村民的人 上前要玩粥和 顺便打听一下火车的事 可以听火车 几人神色紧张 闭口不谈 匆匆回房 而且睡觉时 床边的鞋子摆放得很整齐 看着就像要随时离开的样子 佛爷察觉出异常 便没有神睡 偷偷盯着几人 果然天刚蒙蒙亮 几人就悄悄起身向村外走去 佛爷他们马上跟上去 追至浓雾之中 突然消失不见 连八爷的罗盘都失去作用 迷雾中的三人被偷袭 幸亏佛爷武功高强 几下就抓住了这些自称村民的人 这些人见无法逃脱 咬破嘴里的毒药 集体自尽身亡 而就在这附近 他们发现日本人修的新铁路 八爷算出 这是块风水宝地 附近定有墓穴 这里少有人言 目的隐蔽 日本人应该在这里做秘密实验 几人正在研究铁路通向哪里时 八爷突然发现一个人影 这荒郊野岭的哪里会有人 可还真有个老头 佛爷追着老头 结果又回到村里 可见老头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应该是住在这里 但是人追丢了怎么办 总不能把村子翻一遍吧 几人准备等老头再次现身 二月红虽然没跟着一起去 但是在家的密室里 也开始研究起古墓来 这密室里竟然有一座古墓的模型 难道他早就知道古墓里的事 二爷仔细地丈量着墓室 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 大惊失色 再说一遍 你要为事如何 我想要师父去见日本人 他们有能救师娘的药 孽障 看着师娘的病越来越重 陈皮去找二月红 为日本人当起睡客 二月红怎么会不知道日本人的阴谋 他只是生气 在大势大飞前 陈皮竟然这么不分是非黑白 佛爷这边 几人在村子里守株待兔 果然等到了老头 但是佛爷没急着抓住他 而是悄悄跟在他身后 一直跟着老头回了家 这老头大白天的回自己家也鬼鬼祟祟 佛爷察觉不对 一脚踢开了大门 老头家里竟然摆满了军须 其中还有当时日本人才有的防毒面具 这老头一定和日本人脱不开干系 这些东西都是我捡来的 从哪里捡来的 一番逼问下 老头带佛爷来到一处院子 还没进去就已经闻到一股腐臭的味道 一进去遍地的尸体 这些人和火车上的日本人死状一样 但是头发都被人剃光了 据老头说 佛爷让老头领路 找到当时日本人去的矿洞 可是矿洞已经被日本人炸毁 问老头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 老头遮遮掩掩的就是不说 副官掏出枪指着他 他才肯说 于是老头带着他们来到一处路口 就停下了 八爷掐指一算 此地大凶不可久留 旁边就是一处坟地 佛爷不信邪向坟地走去 环顾四周后 佛爷看见一处坟墓的石碑 像是被人挪动过 命副官上前搬开 没想到里面真有条暗道 这里面进不得 是大凶大凶啊 我就是喜欢大凶 几人推着老头进入暗道 越往里走 地势越深 出现了积水 哎佛爷 这里怎么都是水啊 几人的小腿 已经全部浸在水里 佛爷见着水不对劲 居然越走越深 老头连声喊着不能再走了 就在这时 副官发现了一处铁门 里面是一尊雕像 八爷定睛一看 大惊失色道 这东西像结了 玄冠道里的天尊老母身相 这天尊老母 可是玄冠道里 最重要的神啊 这有人把它摆在这儿 肯定是这矿山下 藏着什么巨大的宝物 非同小可 突然从铁门里 传出了一身怪象 老头吓傻了 据老头交代 从祖上几倍开始 就在这座矿山做工 后来日本人买下这些矿山 在一次工作中 矿道里又挖出个洞 这是一条新的矿道 老头的父亲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洞是清朝时候的 日本人说什么也要下去看看 就带着老头的父亲和十几个矿工 一起进去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 路被一扇巨大的青铜大门挡住 上面写着 这句话是神曲里写在地狱之门上面的 这些矿工以为里面有保卫 并没有离开 而是埋伏在门口 打算在日本人出来时 杀他个措手不及 不知道等了多久 日本人从里面跑出来 伴随着一股黑色烟雾 矿洞开始坍塌 所有人都疯狂地逃命 日本人伤亡惨重 佛爷一听来劲了 是什么黑色烟雾 竟然这么厉害 必须进去一探究竟 这区区铁门 怎么能难得住八爷 只见他拿着祖传小药水 往汗中的地方轻轻一泼 铁门就被化解了 门被打开后 老头被神像背后的头发吓个半死 佛爷没有毒管 继续向前走去 他们来到了矿洞的中心 环顾四周 看得出日本人跑得匆忙 留下了一堆宝贝在洞里 这里的矿道都被巨石堵住 栅栏封死又放了炸弹 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佛爷下令继续找 走着走着 看见路上摆着两碗水 很是诡异 八爷看出这是日本人摆的阵法 没想到八爷连日本人的玩意儿也懂 一碗井水一碗河水 寓意着井水不犯河水 可见这条路是活人死人一起用的 八爷一路嚷嚷着要回去 佛爷则是直接端起一碗水倒掉 走着走着 来到一处吊着很多麻绳的地方 这里的木梁被刀砍过 八爷看了说这里吊死了很多人 这老头一听吓傻了 连滚带爬的往外跑 佛爷见他这样 也没继续追他 留着也帮不上什么忙 随他去了 三人继续往深处走去 走到了矿洞尽头时 佛爷看见了一个奇怪的水缸 在这里放个水缸 而且里面还泛着浪花 必然是为了堵住什么东西 佛爷往水里开了一枪 水面突然变成诡异的漩涡 随后水缸里的水全部消失 众人移开水缸 果然出现了一个洞口 佛爷纵身一跳 见没有危险 便喊其他人下来 在这条新的矿道中 他们发现了一些掉落的碎木片 和火车上的棺材是一样的花纹 可以判定棺材就是从这条道运出去的 伯爷觉得他们离真相越来越近 几人继续向前探索 终于来到了搬出棺材的大墓 只是这里已经被破坏的杂乱物章 棺材都被搬空 就在几人摸不着头绪时 佛爷发现了个物件 这东西看着比自己的都要专业 看来是九门的前辈已经来过 正在大家分析是哪门来过时 石碧里突然喘出声响 佛爷 听见了吗 哦 哎呀 我想起来了 这是 这是二爷的曲子 这怎么可能是二爷的曲子呢 难道二爷来了 谢谢大家